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到了八旗 他主要的重兵是在京师 然后讲到了基辅住房 是清出最重要的 设置最重的住房 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了 直省的八旗住房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讲第四条 就是关外三将军的设置 关外呢指的是山海关外 也就是我们现在 一般的大家想象的 这个东北三省 当时呢当然不是叫做三省 也还没有设省 后来的建制呢 有的时候是三个 也有的时候更多 这个是没准的 我们为了严格起见 准确起见 我们就说是关外三将军 所属的地方 这关外的三将军 所属的地方 在当时就是圣经将军 吉里将军 和黑龙江将军 这三个将军所属之处 他当然是非常重要了 首先啊 他是满族的故乡 这个大家都知道 满族的兴起 就是从山海关外 就是从辽东 这个辽宁西部兴起的 他是满族统治者 视为根本之地的地方 也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 另外呢 这个东北三将军的 所辖地区呢 他在军事上战略上 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他是西林蒙古 东边呢 是与朝鲜接壤 北部黑龙江流域啊 原来还不错 到了时机时期中叶开始 就是沙俄就不断的 在那边蹂躏 步步的入侵紧逼 所以这是个 这个后方 他实际上是两面 一面是沙俄 从北边往南来进 入侵和紧逼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在西边 又受到蒙古这一带 这个跟蒙古的关系 又特别密切 所以呢 这关外三将军的辖地 是不是稳定 他是关系到 整个清朝统治 是不是巩固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呢 马族统治者能够认识到呢 确实很晚了以后了 入关十几年之后 他才开始引起关注的 我们首先呢 就是从圣经开始讲起 就是圣经住房的设置 设置原来是1644年 这个年头大家大概都知道 1644年的十月清朝呢 他是举足迁渡到北京 不仅是他的兵丁眷属 甚至他的奴仆 当时啊 关外因此就几乎是没有什么人了 没留下什么人了 当时他倒是也留了一个 总管这些事务的内大臣 叫何罗慧 由他来驻守圣经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向关内不断的输送兵员 这个不断的输送呢 就是我们说清朝举足迁渡北京 可是不是说在那一天之内全都来了 他也是陆陆续续的 被这个总管就是何罗慧 他们这群人不断的组织了 现党关内来的 到了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之后 第二年何罗慧就被派到西安了 以后呢 这个总管这一职的 是由叶克舒来承认的 可是他的职责还是不变的 就是输送兵员 这个总管就是康熙以后 圣经将军的前身 在顺治元年派兵留守圣经 同时圣经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的沈阳 在这同时呢 他又在辽宁的另外一些地方 也设置了当时的住房点 比如说在雄越 隋越现在在盖平盖州市 然后锦州 这是在辽西 宁远 还有就是凤凰城 现在叫凤城 还有新京 益州 新城 牛庄 秀岩 在这些地方设置了成守关 还有满汉张经 在东京 盖州 耀州 汉州和安山 广名 也设了满汉张经 当然没设成守关了啊 由这些人来率兵 住房 统侠这些地方 这里说到的地名 我念的一共是15个 这都是在入关前就有的住房地 估计啊 是这样的 就是入关的时候呢 这些驻地的兵丁呢 没有全部入关 而是各有各个都留在 有一小部分留在当地了 所以这个清唐文献所记载的 这15处的社官制兵 很可能就是原来的那些兵 留守之后重新做了一些部署 圣经以外啊 圣经我刚说的就是今天的沈阳 在这个沈阳以外的 说到的这十几个住房地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就是 清城入关以后 辽宁这一带最初的行政区 其中呢 比较重要的像这个凤凰城 是居高丽之冲 牛庄城是海盗之门 这个凤城它是跟朝鲜 就管理朝鲜事务的 最重要的一个地点 牛庄呢 当然是在这个 大连 现在的大连内一带啊 就是接近那个渤海湾的 他们和库儿入关要到 辽西总廊的景州 这是圣经之外的三个中心 这基本上也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格局奠定了啊 可是这个时候呢 正是满足统治者 请权力逐入中原的时候 所以它对于故乡呢 实在是无下兼顾 所以当时朝鲜啊 有人看到这情况 他就先回去汇报 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北京流军十余万 以此无敌于天下 而山海关外 所有同无人之境 这就形容当时的关外 就是分为一片荒芜 也在一些重要的地点 设置一些兵 可是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可统治的这些人口 到了顺之后期啊 这个大臣们就开始提醒 清朝的统治者 注意自己的后方 这个时候有两份作者 是非常著名的 其中一个呢 是顺之十四年 有一个叫做王毅鹏的大学士 他有一个上书 他就建议这个顺治皇帝啊 以明朝为这个例子啊 明朝永乐的时候 是迁都到北京 可是并没有因此 就把南京放弃了 而是把南京呢 作为陪都了 所以他就希望清朝 能够效法明朝的例子 你现在建都北京了 那你应该呢 是把你关外的祖先发祥之地 作为陪都 所以他说你要加以根本 要完善陪都的规制 这个是王毅鹏的一个上书 另外一个呢 是又过了几年 就是顺之十八年 当时在奉天的一个地方官 就是奉天府尹张尚贤 他这个上书呢 尤其有名 这个上书里啊 他是拼命的形容 他说奉天的形式特别可用 是河东 河就指着辽河了啊 河东河西之府里以官之啊 什么情况呢 是荒城废谱 拜瓦颓原 卧野千里 有土无人 这是内忧之甚者 所以这个也就形容了 当时辽东一带的这个荒芜的景象 所以他向清朝统治者的建议 就是充实根本 以图久远之策 上边的这些建议啊 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加上呢 就是当时沙爷的步步紧逼 这使得北部边疆越来越吃紧 所以呢 他们就这些情况就提醒了清廷 对自己故乡的军事意义上面的重视 到了康熙三年 就把圣经的汪将军 改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 这个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呢 以后就称为圣经将军 也有的时候称奉天将军啊 都有 着手恢复和建立八旗 在辽东地区的住房体系 到了康熙十年 这年是1671年 圣祖啊 他就亲往圣经去祭祀祖林 这是他第一次 东旬东北故乡 这个就已经表明 他对这个故乡呢 有了一定的重视 到了康熙十六年 他又专门派遣内大臣伍摩纳 去拜访本朝的发祥之地的长白山 这个就是长白山这个地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才正式被清朝统治者 给立为本朝祖宗发祥之地的 当然在学入界对长白山到底是不是 确实是满族的故事 那个发源的那个 满族的发源之地呢 也是有争论的 也是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可是呢 从康熙朝的时候起 就是由康熙皇帝 他们正式的去寻找这个长白山 而且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神山圣山 而且从此以后 不仅是加封号 还要派大臣按时去治地 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 实际上伍摩纳去的时候 他已经不知道 长白山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的拜访 其实那个过程呢 也是很辛苦的啊 所以呢 对东北三省卓以经营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啊 三番平地 圣祖呢 再次到圣经去祭告祖林 又一次就是随士边疆 元来行圣 他的目的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 对整个的满族人来说 他在强调对自己发祥之地的重视 第二个一个呢 他也是去进行军事部署 是为了为抗击沙俄做准备的 从这以后呢 这个部署当然就一步一步的加紧了 因为圣经其实是在军事上非常重要的 它是东北关外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也是关外啊 屯兵最多也最重的地方 康熙十四到二十二年 也就是平翻番的这个期间啊 圣经的住房兵额 其实非常增加的非常多 一般的来说呢 他在就是圣经这个 圣经这个地方 他的社兵都要在四千米上下 多的时候达到六七千 也就是相当于西安的 江宁那一带住房的兵丁了 他环绕着圣经的 这兴罗旗部的那些住房典 那个充实起来是比较晚 一般是在三番平定之后 就是康熙二十五年前后 才着手充实的 康熙二十五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就是这一年 雅克萨战与火胜 就在准备与俄国谈判 所以必须要加强关外的军事力量 当时豫章王大臣会议就认为 圣经等处啊 地方又非常广阔 一定要做兵 要加强防卫的力量 所以就在这个第二年 康熙的二十六年 就有这么一个举措 就是为了充实根本 康熙皇帝从北京 调遣了大批的满洲官兵返回家乡 据说是回去守卫祖灵 这些官兵呢 都是我们在前面的课里 说过的佛满洲 也就是最早的那些八旗满兵 这一年呢 除了圣经之外 把辽阳 雄岳 福州 秀岩 凤城等地 也都充实了 而且呢 可能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更超过了对圣经本城 圣经全境的住房 可以说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规模出具的 下面呢 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就是除了圣经以外 治兵最多的那些地方 人兵额超过一千名的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开园 还有是益州 开园它的位置是在辽宁 和吉林交界处 也就是沈阳的北边 这个地方呢 也是号称是咽喉之地了 其实在清朝 刚刚入关的那个前后 这个地方也是发浅流贩的地方 既然是发浅流贩的地方呢 就说明在当时 还是非常荒凉的 可是在军事上的要地 就是它跟吉林的位置实在 其实现在就是 从辽宁到吉林的铁路线 也是在辽宁之间的 那个大战就是开园 所以他们当时呢 发现它虽然很荒凉 却是一个头等重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坐镇了 有一千名八旗兵丁 这个有这么几个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呢 监视对朝鲜国的贸易 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 急拿贩卖 偷挖人参的 这样一些案子 都是属于在开园 需要去做的工作 因为在当时的东北啊 山山林密 很多地方是盛产人参 这个人参当然都是野参了 那都非常非常的值钱 所以当时已经有很多的汉人 偷偷的跑到关外 在这深山野林里偷挖人参 那清朝在开始的时候 对于这个偷挖人参 是视为重案要案 是抓得非常严厉的 所以这开园呢 就是急查这些大案的 一个重要的据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益州 益州这个地方 实际上在辽七走廊上 它不是军事要算 可是呢 这个地方交通特别的便利 而且土壤非常的肥沃 它在农业开发上的意义 比在军事上的意义还要大 这个地方也是 我们前面多次讲过 查哈尔布尔尼 就查哈尔布的 蒙古查哈尔布的布尔尼兄弟 他们原来的驻地 后来是因为他们反叛 所以才把他们发到宣大边外的 这些地方 为什么要在这设置重均呢 就是因为 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能够供养众多的兵丁耕种和驻扎 还有呢 就是圣经设置住房的目的啊 它本来就与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它的主要任务 不像是在直省 在直省驻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后方基地 所以它的任务呢 一个是像关内 还有当时抗额前线黑龙江这一带啊 输送兵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北方如果有事的时候 是由圣经这一带 负责筹备粮草 所以为什么它选择的地方呢 并不完全是军事目的 不是出于军事的目的 这个也就不奇怪了 像益州这样的一些地方 就是选择农业开发 比较早土地 比较肥沃的地区 这个是讲圣经 在最开始设置 八旗住房的一些重要的点 和它的目的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讲一讲 关外这三将军的设置 和它的执掌 关外三将军 我们一番说是三将军 因为在内省 就是我们讲到过的 前面几节课 讲到直省的住房 直省的住房 它当时在直省呢 清朝设置的就是总督和巡抚 这样的一些官吏 这样的一个设置 可是在清代的北部边疆 是不设总督巡抚 这些地方行政官员的 在东北呢 他这一省的最高长官 就是将军 这个将军的职权啊 他要演比 内地直省的将军老重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以为说 边疆将军 那就是集军式地方民政 和财务于一身的一省首领 那也不对 这也是一种误解 边疆的住房将军 他也由于他特定的处境啊 在职权的范围上 他有他各 他有那个跟职守有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呢 他的主要任务 跟职守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要训练和保持一支 平常能够阵数地方 有事能被调遣的军事力量 就以圣经为例吧 两个统治者 从顺治元年在此地涉总管留守以后呢 还是实行入关前的救治 就是将所有归附的人都编成左领 纳入八旗之内 这些人那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女真人了 这里边就包括各种各样各个民族 各个部落的人口 包括有从黑龙江啊 乌苏里江流 遇生服的那些部落 比如说索伦纳赫哲呀 习伯呀 费埃喀呀 胡尔喀呀 等等 另外呢 还有出关肯荒的汉族农民 汉族农民 这个出关肯荒的汉族人民 在清朝初期 也就是顺康朝的 顺治和康熙朝的时候 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被编入八旗 这个是一般人 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 总是以为那个时候 从山东等地去的这些汉族的流民 就是被纳入这个民人的范围 由奉天府也来管理 所以他们后来都是去以种地为生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他们中大量的人口 当时是被编旗编入左岭的 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成为八旗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说将军的职权跟内地直省的都府不一样 也就是在这 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人口都是归将军和他手下的这些 副都统也好 成首位也好 由这些人来管辖的 所以他无疑的也就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了 因为这些人口之外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物可管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时在圣经是不设绿营的 所以只有八旗住房 那样将军他确实有掌握一手兵马之权 因为在直省的住房将军 他是只管八旗 并不管绿营的 绿营有绿营 比如说有都标有府标 他是有另外一套系统来管他的 所以圣经将军不是说他也监理地方事务 而是说因为他管着这个地方的人口 和这个地方的军队 所以当时他首先的称呼不叫将军 而叫总管 是这么一个意义 后来才定名为将军的 所以我们谈到北部边疆 尤其是东北三省的住房将军的职长的时候 是一定要注意他和八旗制度 这个性质是相联系的 这个圣经将军啊 他最初因为当地不设都府 是由将这个后来呢 出关的汉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是在东北这一带就没有办法 完全按照过去那种 只要来的人就把他编入八旗 就给他纳入左岭 从这以后呢 没办法因为汉人越来越多 他也设置了一套管理民政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 而不仅仅是有将军 那这套行政机构呢 就是在圣经这一带叫做奉天福隐 是顺治十四年设置的 他的地位啊就相当于各省的巡抚 他也有向皇帝直接奏事之权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乾隆的二十七年之间 奉天福隐和圣经将军之间呢 他们是独立的 向来都是圣经将军管齐人 奉天福隐呢是监力民事 他们互相并不统侠 后来因为这个将军和福隐 各分各的自己的这一摊 所以呢 他的底下的属原啊 也都是不能够合中办理 这地方事物就搞得比较乱 所以呢也有过变通 这个变通呢 就是让圣经将军来截至奉天福隐 可是这也行不通 所以呢实行了几年以后 还是恢复原制了 可是无论如何呢 在圣经这个地方 圣经将军的职任是最关紧要的 这是清朝皇帝一段讲的一句话 一直到了乾隆末年还是这样 这个圣经驻房将军以下的官员 他们的执着呀 比起其他的住房 巴西住房的地方相比 也更为繁拒 因为比如说 紧一律的就是锦州 锦州是设了一个副都统的啊 他这个地方 他又要管理军事 他还当地有很多 齐民的这种庄头 就是副作校内部府 和官装纳粮的这些庄头 这些也要归副都统管 同时呢 他还要积查沿海的一切事物 实际上也不仅仅是锦州的副都统这样 当时那个圣经这边几乎所有的五职 都不像各职省住房那么简单 因为呢 他们这些地方一个是所控制的地区边界特别的辽阔 这里边呢 就有好多好的 比如圣经户部的包衣屯庄 还有王公的庄头 还有很多的齐民人等 之间互相征松的这些案件 另外呢 就是像牛庄和盖州这些地方 他都是地铃海口的 所以呢 船物非常的繁重 而凤凰城呢 他又跟朝鲜接着 所以他又有边境上的很多事物 另外呢 由于那个地方还有这个柳条边 柳条边是当时设置了以后 很多人以为其实是一个边界 好像是国与国的边界 但完全错误的 设置柳条边 他其实是把这个 齐人就是满族的这些领地和蒙古之间 划分边界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设置 所以当时人说插柳接绳 以界蒙古 那这些边呢 他都有边台 这些边台 比如说像这个中后所 聚留和啊 还有张武台 这些大概东北人都知道 这些地名一直沿袭到如今啊 这些边门各官呢 也都由这些住房的地方官来控制和掌握 所以他还有很多地方的事物 需要他们来管理 这个是说的圣经将军的设置 在当时啊 吉雷和黑龙江这两处呢 因为在清朝前期 民人非常非常的少 也没有专门设理民官的必要 所以这两处呢 就都是由将军来综立全省各项事务的 从清朝前期的情况来看呢 东北三省的住房将领啊 他比内地直省的将领 保持了更多精于骑射勇敢善战的传统 可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呢 就是他们这个官员的素质比较差 另外一个就是官场的风气也比较坏 原因呢 首先就是清军入关 主要的兵力就都投入了关内的战场 所以对于后边 作为后方的东北 也就无暇顾及 这是一个原因 结果呢 就是选派将领的时候呢 往往是把最出色的 最能干的 都给选派到像江南 浙江 西安这些地方去 可是到圣经宁屋塔这边呢 他就没有那么多最优秀的人才来选了 结果就是日久香烟成席 凡是给派到东北三省 人们就觉得这都是好像就比较疲软 比较弱 有点受人轻视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当时清代的关外呀 毕竟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 虽然毛刺相望 可是呢 草积烟寒 完全不能跟中原的那种繁华之地相比 就是最高贵的像将军 副都头 他们的雅鼠呢 也都是顶盖草泥 压以横目 也不用瓦 这真的是没法跟当时的这个西湖边上的杭州住房啊 还有那个六 那个位于六朝烟粉的秦淮河畔的这江宁住房啊 这真是没法相比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内地各省过惯了那繁华富贵生活的这些八旗的官员 都非常非常不愿意重返故乡 不愿意再去忍受那种又寂寞又艰苦的日子 只要是一提到要往外省 要是去南方 谁都愿意去 一说要到宁武塔去 但就人人都是真是过足目前 所以呢 这个东北住房将领没有办法在清初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从本地来拔布 而不是从内省把它往外调 因为这住房将领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必然就是他们就是互相呼应互相拉扯 所以呢 这个谈鼠之情虽然很融洽 上下之刚技就慢慢的颓废了 也就是说都生气相求混成一团 所以这个东北住房奇缘啊 他这个素质之差 还有当地人官员之间这个官官相互的这种风气 就使得当时圣经这一带的官场风气比较坏 也就历代的皇帝都因此呢 就对他们都是经常的痛斥吧 比如圣祖的时候就骂他们说这个圣经地方呢 习俗推坏已急 所以到了这个前龙朝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不得不整顿 不整顿已经不行了 所以到了前龙朝的时候才开始采取了对住房长官的一些控制和严格要求的这样一些手段 这节课我就先讲到这儿 因为可能我当时也就想找到这儿 你听了吗 具体的兴趣 所有人都在那儿 我当时也叫做一个圣经 这位最爱是个山路最爱的